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愿意把你宠成孩子一样 这样一个人 只要你开心 他就开心 只要你难过 他就特别特别难过的这样一个人 小虎哥 这样的人上哪去找呀 小美 其实这样的一个人 你已经找到了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他真真实实的存在 看得见 摸得着 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 小虎哥 你就不要寻我开心了 这个人在哪儿呀 远在天边 近在眼里 眼里 对 你又拿我寻开心了 小美 我们呢 总是习惯性的把一些目光放在自己得不到的一些事物上 偏而忽略了自己身边 真真实实的关怀 不管怎么样 不管你是否优秀 其实总是有一个人偷偷的爱着你 也许在别人眼里面 你什么都不是 可是在他的眼里面 你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这样一个人 他的特别不在于他的本身有多优秀 而是他看见你眼里面有光 他在你身边 他就安心 小虎哥 你在说什么呀 对了 小美 他还让我给你转达一句话 你想听吗 什么话呀 他说 开心我们出现在彼此的生命里面 成为彼此最重要的人 不离也不弃 虽然我不是一个暖心的人 也会有坏脾气和不理解 但是我希望心里面呢 依然存在的是那个最好的 可能我们慢慢会过这个新鲜感 彼此会发现彼此很多的缺点 可爱是什么呢 可爱 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掩盖掉 而我还觉得你是最可爱的 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你身边 愿我们享受这炽热的新鲜感 嗯 小虎哥 你帮我转达他一声 谢谢他对我的爱 但是 我呢 他本身就是长在这大山里面的一个姑娘 我的条件跟他的条件不一样 觉得我配不上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而且他还说了 我们会经受住这个时间的打磨 对我而言 你永远是我的星辰大海 无可代替 你不需要多完美 只需要把自己该做的做好 我会慢慢的爱你 慢慢的一慢慢 嗯 小虎哥 我知道了 但是 我还是那句话 谢谢他 谢谢他对我的爱 嗯 我的话 现在 并没有 那么多想法 只想好好地把妹妹抚养展大 爱我的人 我也会爱他 但是我跟他 应该不可能 现在 现在的我已经很知足了 其实 小美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你知不知道你身上所产生的能量 光和热 淳朴 善良 责任和担当 无人能及的 你知道吗 你就像一朵特别纯洁的荷花一样 出于你而不然 着青年而不药 所以你不能这样想 知道了吗 嗯 好 小虎哥 我知道 嗯 但是 我希望他过得很好 也希望 我也希望 我自己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他这么优秀 应该能够找到更好的人 像我这样子的 条件的 就算了 小美 你不要这样想 你听我的 你听我的就没有错 嗯 好了 小虎哥 我们两个就不要站在这说了 走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行 那走吧 走 应该 会明白我的爱 听不着 虽然我 从未想你 一个人 一只口 一杯酒 一夜 一下子变老 爱怎么呢